桃園市普查行道树作建档 已经为两千多棵行道树挂上了身份证 现在民众只要用手机扫描QR Code 就可以看到树的相关资料 行道树上挂了一个牌子 这是树的身份证 也载明树籍编号 桃園市普查全市行道树建档 已经为两千多棵行道树挂上身份证 民众只要手机扫QR Code 就可以知道树种特色 树维树高坐标等等 还有图文说明也很适合亲子学习 是还不错啦 至少都让民众们知道 咱们种这么多树是什么东西 觉得说树种也好植物也好 包括花花草草 你越认识他认识的越深就越带感情 越会去爱惜这整个的大自然 树的身份证里也有趣味小知识 像是相传武幻子树制成木棒可驱魔杀鬼才被称为武幻等 让民众认识行道树便有趣 而根据养护工程处调查 桃园市行道树有两百三十七种 大约八万棵 预计年底完成普查 明年底完成身份证挂牌 总经费大约两千两百六十万元 养工处指出树籍资料建立完成之后 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身份 病例跟维护管理记录 民众如果发现枯枝或树木倾倒 只要通报数级编号 就能让养护人员确实快速的进行养护工作 记者詹淑云桃园报道